View组件是一种视图组件 你可以用它来包装一些其他的组件 可以使用View去构建页面的布局 在这个WXML的页面的视图文件里面 我们可以去做一些练习 去理解一下小程序里面的各种组件 先添加一个View 上面可以去加上一个CSS类 比如说ViewContainer 在页面或者是小程序的样式文件里面 我们可以去设计这个类的样式 它里面我们再让它包装一个View 上面再去加上一个表示颜色的类 比如说Red 在这个View的下面我们再去包装一个Text组件 里面是要显示的文字 然后我们可以再添加两块View 如果我们的编机器里面安装了IMAT插件 我们可以去使用缩写的形式去创建这种标签结构 View.ViewContainer 大于号 括号 包装的就是View.Color 它下面还有一个Text 这个Text在里面是一些数字 需要三组 再按一下IMAT插件展开缩写的快捷键 Mac上面应该是ShiftCommand加E 修改一下组件上面的CSS类的名字 第一个是Red 第二个我们可以让它等于Yellow 最后这个组件是Blue 然后再打开页面的样式文件 我们可以去定义一下Red这个类的样式 这里我们可以使用一个Background去设置一个背景颜色 这个背景是一种红色 再定义一下Yellow这个类的样式 同样我们可以去设置一下这个Background 也就是背景 它的值是一种黄色 再去设置一下Blue类的样式 里面加上一个Background 它的值是一种蓝色 下面我们再去设计一下这个ViewContainer的样式 把这个组件的显示设置成Flex 让它变成一个FlagBox 关于CSS的FlagBox 您好网有个专门的课程 你可以去参考一下 FlagsDirection 我们可以把它设置成Column JustifyContent 设置成SpaceAround 再添加一个Height 高度我们可以把它设置成100Vh 然后再设置一下 ViewContainer下面的View组件的样式 把这个Wheight设置成100% 再把Height也就是高度设置成100% 最后我们再设置一下 这个ViewContainer下面的Text组件的样式 用一个Color设置成白色 也就是文字的颜色是白色 Piling去添加一点内边距 大小的是16像素 Display设置成Block 再用FontSize设置一下字号 大小是32个像素 这里如果我们把这个ViewContainer的FlagsDirection 设置成Row 这个页面上这几个颜色块会横着拍 我们先把它设置成Column 在这个View组件上面有几个专用属性 在这个带颜色类的View的上面 我们可以去添加一个HoverClass 它可以去指定一下 按一下这个元素以后应用的那个样式类 比如我们去添加一个Lighten 回到样式文件 我们再去设置一下 刚才的那个Lighten这个类的样式 可以用一个Opacity 设置一下这个组件的不透明度 大小可以是0.85 回到开发这工具 我们可以去试一下 打开调试WXML 按一下页面上面的这个颜色块 在这个组件的上面 会应用在HoverClass里面定义的样式 这个按下去触发Hover状态的时间 可以使用HoverStartTime这个属性来控制 松开手以后保留Hover状态的时间 我们可以使用HoverStayTime这个属性来控制 谢谢大家